您跟随过春天出海的渔船去打鱼吗 您在凌晨两点逛过车水马龙的渔室吗 那里有鱼多 您品尝过地道的象山白鹅吗 跟随春的脚步寻找春的味道 春之旅春游东门渔村尽其关注 梦里的近山 看得见水 记得住心愁 唯一中国乡村行 春之旅 这一站我们来到了宁波市的象山县 象山有着悠久的塔山文化和渔文化 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被誉为浙江第一渔村的东门渔村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将从这里开始踏着春天的步伐 去揭开东门渔村神秘的面纱 铭波市象山县位于东河之滨 去长三角地区南远三面环海 这里曾经是著名电影《渔光曲》的拍摄地 现在这里被誉为中国渔文化之乡 和浙江渔业第一村 每当开渔节来临 千州近发 百葛蒸馏的壮观景象 吸引着海内外的游客 春天来到这里又是一番怎样的场景呢 东门渔村是浙江省的第一渔村 当地的渔民是常年累月的生活在海上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好望角码头 准备跟随着他们一起到海上体验一下海上生活 我约好的陈大哥已经等我了 陈大哥你好 今天交给你了 能上这艘船是吗 陈大哥负责俩的渔船是传统渔船 只能近海捕渔 他告诉我们 码头上的大马力钢制渔船 是用来远洋捕渔的 东门渔村有大马力钢制渔船 两百四十多艘 每艘船的价格都在上百万 一般都是渔民自家所有 而像陈大哥这样的传统渔船 更是不计其数 这里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渔村 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化渔村 春天的海面风浪较大 在渔船行驶的过程中 陈大哥的父亲 这位在海上讨生活近四十年的老渔民 没有说过一句话 一直紧紧盯着前方 布满老姐的双手 紧紧掌握着手中的舵 不敢有一丝疏忽 大概四十分钟后 我们到达了下午的区域 陈大哥他们是用拖网捕鱼 到了渔群比较密集的地方下渔网 渔船在海里拖着渔网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期望 陈大哥告诉我们 随着东门渔村游客越来越多 为了满足游客对海上作业的好奇心 到了旅游旺季 浅海捕鱼也成为游客 来到东门渔村的观光项目 准备起网了 在风浪中摇曳的小渔船上 气氛紧张了起来 陈大哥和父亲默契地配合着 到底这一网的收获如何呢 尽管在海上漂泊了大半天 但是风浪大 再加上近海渔业资源的减少 今天收获很少 大哥 黄色应该是紫吧 是的 瞧瞧 我想现在如果阳光充足的话 会非常的透亮 这个钥匙卖多少钱一斤 大概卖五六四块来 带着收获 我们继续出发 当我们关掉摄像机后 一直沉默的陈大叔 却坚持要把今天 辛苦打捞上来的这些鱼虾 送给我们长度间 渔民大叔的淳朴 让我们感动 告别陈大叔父子 我们上岸 春天的东门渔港 一艘艘远航的大马力钢子渔船 都整整齐齐地停在岸边 没有要出海的迹象 原来 当地渔民在春季不集体出海 也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 老一辈经常说 春天是万物生息繁衍的时候 遵循自然的规律 它才会后待你 那么春季游客到哪里 可以体验到渔民的生活呢 凌晨两点半 我们来到了象山水产城 微弱的灯光下 只有七八艘渔船回港 今天他们的收获如何呢 现在大家可以上了这一次 出海了多少天 这次出海的六天 那这次大概有打到多少的一个数量 两次登 多少钱能够卖 能卖到塞外可以不差不多了 非常辛苦一点 一箱一般有四十斤左右 四十斤 一箱是四十斤 大概有五百箱 那还挺大的一个数量 但是像每一次都是这么多吗 一般 一般比这个多 是每个月都会出四海 每个月出两次海 两次到三次 那原下它怎么每个月都在出海 在岸上带不了几天 收入怎么样 收入 我们现在一个月都是八千块钱一个月 结婚了吗 结婚了 有孩子了吗 两个孩子 像家人 家人嘛 就行了 像一个春天了 有啥愿望吗 啥愿望 啥愿望 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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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老婆越来越漂亮 许会就是毒苦的情味 再拼拼干就好了 凌晨从渔船上刚卸下来的海鲜 会第一时间出现在码头的交易市场里 尽管是凌晨两点多 但是这里灯火辉煌 繁忙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买鱼和卖鱼的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 甚至无家顾及眼前的摄像机 当地人解释说 只有这样的 清晨人们才能品尝到最新鲜的海鲜 你为什么会选择来这块买 那里鱼多 这样喝吧 这个表都会来到这 每天都来的 把这两百箱 两百箱 当地人说 现在还不算忙 六月至九月是当地的休渔期 等到九月中旬开渔节后 象山的渔民集体出海打渔 到时候水产城的繁忙景象可想而知 俗话说得好 靠海吃海 但是象山并不完全依靠出海打渔 清晨 陈雾笼罩下的象山海岸线上 充满了阴晕的神秘美感 伴随着一轮红日缓缓升起 十余座鱼排在海风中轻轻晃动 荡起灵敏波光 吆喝声里 蒋声哀奶 原本寂静的清晨 瞬间充满了无限的生机 在春天来到象山 这西沪港也是游客不得不来的地方 那么游客除了在岸上欣赏到美景之外 还可以到海上去欣赏那里的大黄鱼和鲈鱼 喜欢的话顺便可以买上一两条 到附近的农家乐去坐一坐 吃一吃 咱今天就来试一试这传统的云海 走 西沪港素有浙东黄金港湾的美称 这里的水域非常适合养殖海水鱼 千末纵横的海山田园 成为了外地游客的别样风景 这里就是养殖鲁鱼的地方了 那么接下来我将跟游客一起来体验体验 这起往的乐趣 准备好了吗 起来 就是说这个奴隶身上有一些刺 就是游客来到这里抓呢 一定要戴上手套 这样才会导致安子来 怎么样 这才叫冲天的气息 这么多鱼 它从来买接岛 带回去到农家乐去上去吃 我们生活在内地吧 很少看到这种水面上的养殖 游民的生存 看到他们每天在海上作业 还是挺新鲜 游客们体验了起往丰收的乐趣 不过很多人更是好奇 这成牌成列的网箱 究竟是如何固定在海上的呢 这个网箱养殖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用缆绳将这一个区域 往海底固定住 而中间呢 就利用我脚下这种泡沫的浮力 来支撑起这一条条木板 这样的养殖海鲁鱼和黄鱼的鱼牌 一年能为渔民带来多少收入呢 大哥 像这一片这网箱全是您的吗 全是我的 大概是有多大一个面积 六成六的有五十五个网红 搭办一个时间要多长呀 这些一个成熟 这个是 大鱼是两年 大鱼是三年 那像现在收入怎么样 收成好的时候 一年也可以充四十五万 在西湖港畔的高泥村 全村二百四十户人家中 像陈大哥这样的养殖户 就有一百六十多户 高密度的养殖 不可避免的带来的污染 从2006年开始 高泥村实施标准化网箱改造 原来一户鱼牌上100个网孔 改成60个 增加鱼牌和鱼牌之间的空间 减少投耳量 改造后 养殖户发现水质变好 虽然养殖的数量少了 但鱼苗的成活率提高了30% 网箱养殖缓解了传统海上作业 给周围海域带来的压力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象山除了辽阔的水域 更有着广阔的平原 春风悄悄地给象山 带来了一片盎然的气息 这片蜂窝的土地 又给予了象山人 怎样的后代呢 在象山啊 除了海鲜有名之外 还有一样东西呢 是被评为了象山的地理标志 瞧我手上的物件 你们想知道吗 跟我去看一看 大哥 你好 你这是在做什么呢 改回去去选鹅王选麻塞 鹅王选麻塞 是的 这咋选啊 你帮我改回去你就知道了 这好事 走 去赶赶 关于白鹅的来历 当地人说 象山江河交错 水草风貌 自古就是候鸟野宴 土中休息的地方 后经过长期驯化 就成为现在的象山白鹅 现在 每年的端午节 当地都会举办白鹅节 其中鹅王擂台赛最为火爆 鹅王不仅要在体重上 力压群雄 还会在体态 投情等方面 有严格的标准 每年的白鹅节 都会吸引来全国各地的游客 今天大哥也是说了 游客来了很多 他希望在今天举办一场 鹅王选拔赛 来选拔一只大白鹅 去代表他这儿 去参加比赛 那大哥 咱这个鹅王选拔赛的规则是什么呀 规则是玫瑰人 规则是玫瑰人 谁最大最重 最大最重 实际是鹅王 今天王坤和游客们 要一起选出 颜大哥家的鹅王 宝贝安静 多重 12斤 12斤 这个多少 3.4 这个11斤 11斤 正在参与啊 这个好大 这个是18斤啊 18斤那鹅啊 18斤的大哥 瞧瞧 像巨无霸嘛 大哥那这个就应该是第一了吧 应该是第一的 那作为代表 他应该怎样呢 怎样体现呢 带一个大五啊 来 巨无霸大哥 成功 出事了 大姐啊 刚才这是我看是您抓住的大白鹅 以前有没有抓回大白鹅 没有 从来没有过 感觉怎么样 感觉不错 象山白鹅 全身羽毛洁白 肉质肥 鲜嫩 从1978年开始 就出口日本 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国 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平时 颜大哥他们 有什么饲养秘诀呢 气候环境 我们常温100到 是平均温度要10力度左右 10力度左右 10力度左右 这个气候正好我们浙江 让我们现在来 平均气候 就是属于的老实气候 所以对气候 怀疑是很重要的样子 在颜大哥的鹅厂里 还有一样东西 特别受游客的欢迎 奶奶 这这么多游客在这买这鹅蛋 咱这鹅蛋好在哪啊 好两个 胸滑的 胸 那这咋看出来 档开 档开来的 那打开就可以看看 好那咱现在开始吧 档开开 真的是双黄这么大 真是双黄这么大 我爹拍起得好呢 两个只剩个 把这个 切的背 奶奶心中的好形象啊 不过从直观来看 这个环真的是太大了 这有点像 如果跟鸡蛋来比 我觉得最少是 三四个鸡蛋的一个量了 严大哥的鹅厂里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双黄蛋呢 原来春季鹅厂的鹅蛋 一般会用来孵化小鹅 双黄蛋不能孵化出小鹅 所以双黄蛋就被挑选出来 出售给游客 鹅厂的生意越来越好 白鹅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但是污染环境的白鹅粪便 又该怎么处理 我们的粪便是 每天是工人是休息好 怕它 怕这个粪便 流到河道里面去 怕污染环境 我是每天休息好 工人休息好 这桩车运走 运到当作 挖肥是使用的 严大哥在家 养了一万八千只白鹅 年收入近百万 他说 今年计划扩大养殖规模 在象山 像严大哥鹅厂这样规模的 大约有四五家 大白鹅 让当地以渔文化为主打的 乡村旅游中 有了一道不一样的风景 象山万物 品象千百 好山好水的滋养下 自然少不了好滋味 这大名鼎鼎的象山白鹅 味道究竟如何呢 咱们炖这个美食 大概要多少时间 三四个小时 那时间还挺长的 那时间就交给您了 大哥 陈大哥说 春天里的印记菜肴 是红烧老鹅工 先把白鹅收拾干净 切块 葱姜蒜 辣椒 下热油锅爆锅 鹅块下锅爆炒后 加入料酒 盐 白糖 醋的配料 当个鹅烧到三分熟的时候 陈大哥取了一个白纱布的小布包 原来陈大哥家红烧白鹅的独门秘籍要登场了 这料包中除了枸杞 陈皮 八角 还有一些是陈大厨的独家配料 到底这红烧老鹅工的味道如何呢 这个鹅肉呢 虽然不软 但是它到嘴里之后呢 这个口感特别好 嚼意儿十足 这个感觉呢 有点像嚼那种牛肉 是吧 这个肉腥味比较出 炖的时间长 入味比较足 所以味道挺好的 我想啊 这个是除了这个炖的时间长啊 这个非常入味之外啊 大哥那个调料也是非常的神秘啊 我想这个真的是来到象山 不得不吃的一道美食 红烧白鹅 盐水白鹅 春笋烧黄鱼 面对热气腾腾的农家美味 游客们忘记了早起的辛苦 和春天炸暖缓寒的不适 沉浸在温暖的农家情中 象山是大自然留下的福泽之地 以渔业文化为特色的乡村旅游 吸引了众多的海内外游客 特别是象山港跨海大桥建成通车后 每年的旅游人数突破百万 让这个富庶之地 百姓的生活更加幸福 这一次的象山之行啊 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渔村 感受了渔文化在这里的传承发扬 近年来这里的深海乡村旅游是大力发展起来 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了 这里啊 现在已经是成为了一幅静谧而祥和的春池画卷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让我们祝愿象山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好了 春之旅 让我们继续 出发 出发 您见过童话般的碉楼藏寨吗 您与草原生的小精灵汉塔 零距离接触过吗 您品尝过用牦牛奶制作的美食吗 跟随春的脚步 寻找春的味道 春之旅 春游丹巴 敬请关注 春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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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之旅